大家好,我是Eric,今天是3月29号,3月股市已经收关,我们今天来聊聊股市 首先声明,我只是小散户,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做任何投资建议 我们回顾一下大盘走势 周一,大盘开盘后一度回落,午后股指震荡回升 可是回升过程并未获得量能的支持,尾市在仅剩资金加大抛售的压力下 大盘出现了一波快速的回落 其中上阵武林首先靠近30天线,起到了助跌的作用 周二,护生两市大盘均是一个跳空高开的格局 不过开盘后,大盘略做上攻就出现了回落 午盘收盘前,股指出现了一波快速回落 午盘后,大盘虽有反弹,但是还是未能获得量能的支持 市场情绪依然偏于谨慎 尾市震荡逐步回落 市场开始出现恐慌情绪 很多人抛出M头利润 周三,开盘后一度回落 而护盘资金快速入场 推动大盘回升,稳定了市场人气 周四,大盘出现了逐步震荡回落 再度跌破了3000点整数大关 市场开始出现,恐慌情绪蔓延 周五,大盘下滩了一下3000点 然后放量震荡上扬 三月以震荡洗盘完美收关 很多散户都有疑惑 三月走势怎么看都像M头 我虽然不太看重所谓的技术 中国的股市一定要看大事 看个股是否有庄家 技术走势都是可以人为做出来的 但是三月已经收关 现在的走势已经非常清楚 我需要在这里澄清一下 就是三角旗形走势 最清楚的是上振五菱指数 成收敛三角形 高点和低点逐步靠近 在末端缩量明显 突破是明显放量 上振指数实际也是这个形态 其实我们可以说是相起震荡 但是对称三角旗形 是比较准确的一种形态 都不是所谓的M头 不要被迷惑 我说了走势图形都是可以做出来的 就像画画 三月就是一个强势震荡洗盘月 是上升中的中计 最后一天的走势大概率表明洗盘结束 我非常期待四月份大盘重新上工 我们看个消息 3月23日我们习老大在对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期间 与意大利签署和交换中议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量解备忘录 意大利成为七国集团中首个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 法国也有意跟进加入一带一路 同时老大向欧洲购买300架空客订单 德国总理默克尔也专程跑到巴黎 与习老大会谈 这次老大出访风光十足 我们抛开政治意义 说白了就是欧洲也比较烂 尤其是意大利 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处事比较散漫 失业率很高 加上中东移民等问题 自己都顾不过来 急需提振经济 德国总理默克尔也明确表示 只要互惠互利 就愿意加入一带一路 这对中国来说是最容易接受的条件 因为德国只涉及经济条件 没有所谓结构性改变和意识形态的问题 中国完全可以接受 谈下来只是时间问题 只要德国加入 法国也势必加入 这样七国中就有三个国家加入一带一路 可以说这次出访取得了重大成功 而且从侧面也可以掌握一些中美谈判的主动权 现在看看富起来的政策有多厉害 至少现在国家还是有钱的 钱都能砸死你 谁叫我大哥 订单就给谁 何况中国的军事实力也不弱 今后这些国家为了拿我们的订单都要打起来了 老大现在回来了 我们的股市也应该要给面子 现在我来谈谈未来个人觉得可以选股的方向 美股前十大市值股票多为科技龙头股 这些科技股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机会 撑起了美股漫长的牛市 也就是在这十年中 一些无法适应经济转型的美国传统行业公司 以及GX公司 不仅股价没有上涨 有些甚至退市了 可以预见 在未来A股的牛市中 受益于经济转型升级的行业 以及龙头公司将获得较大的发展 股价会不断创数清高 第一个投资方向就是代表行情风向标的券商股 在A股今后的牛市里 证券公司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随着A股市场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大量的外资将流入A股市场 而A股市场的成交量是全球主要资本市场中最大的 无疑给大资金提供了很好的流动性 可以预见证券公司在业务的发展和创新上 都会迎来较好的机会 这轮上涨行情也是券商板块率先启动 进而带动整个市场的人气 第二个投资方向是科技龙头股 科技创新是我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力 一些具有技术含量 技术门槛的科技公司将会在未来十年 获得长足发展的机会 在一些细分行业 如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机、新能源及基因检测等领域 我们的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有一定的技术优势 相关的行业龙头公司将会受益 而且在股市中 科技公司有更多的故事可以讲 现在科创板在加快推进中 科创板的设立 有望进一步提高市场对科技股的投资热情 所以一些有技术含量能够代表我们经济转型升级方向的科技龙头股将会有比较好的表现 不过牛市中还是有一些人会亏钱的 我提醒一下 现在有一类股不能碰 就是一口气大幅炒高 接近甚至高于15年高点的股票 这种一般就是游资集中精力 乱拳打死老师傅 没有章法 靠讲各种有的没的故事 来的快去的也快 这种不能碰 而且现在市场已经转牛 有很多好股票可以选 没有必要去碰这种股 建议关注一些前期放量突破 现在跌到30天线附近的个股 我来回顾一下 我的股票本周走势 周一跟随大盘跳空低开 虽然有所回拉 但后三小时还是抵不住 跟随大盘跌至20天线 周二在20天线有所起稳 午后在大盘震荡下跌的情况下 放量逆时上冲 勾起了我对二次上攻的期待 周三大盘在50指数的带领下 3000点起稳 而同时前期强势的同类科技股纷纷下跌 我的股票也不例外 反升下跌 又一次和大盘走势相反 但从另一角度也说明强势股开始不跌 周四继续小时级别的下降通道 并大幅缩量 换手率小于5% 周五随着大盘洗盘结束 大幅上涨 早上11点左右 封板 封板比较坚决 全周大幅震荡 微跌 个人认为下一波上攻已经开始 我会珍惜手中筹码 耐心等待 最后做个总结 我个人看法 大盘调整应该已经结束 科创板至少要到六七月份才能退出 目前还在测试阶段 现在是很宝贵的空窗期 不会有大力空出现 这次是主力洗盘 不是航情结束 和以往不一样 这个要分清楚 深幅度的调整 至少还要在网上攻一波以后 也还有一段时间 我坚定的认为 现在的调整是洗盘行为 这几天我观测 五零指数各大板块的主力 有做多向上的意愿 五零指数是国家队工具 体现国家意志 我们可以重点关注 还有一点 美股在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整后 已经有结束调整的迹象 这对于A股又少了一个不利因素 四月应该是一个重新上攻的月份 我非常期待红四月 谢谢大家